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八点 我与白班经理交接后 打开银行后门 以便观察停车场的动静 3月9日凌晨一点半 贾超没有按约定时间送达 打威廉电话也无人接听 1点42分 我听到动静来到停车场 看到一辆没熄火的白色轿车 旁边有一个木木瓦保险箱 我以为是送来的假超 于是把保险箱拖进金库 再把一亿真超送进史云提供的空保险箱 返回停车场送钱 因为金库会留下开门记录 而且时间仓促 我离开时没有锁金库门 1点50分 我回到停车场 车竟不见了 我怕有变故 只好将真超保险箱放回自己办公室 1点53分 我去金库关门时给威廉打了电话留言 快到门口 听到金库里有异响 便马上挂断电话进去查看 居然发现刚刚放进来的装有假超的保险箱被打开 而且空了 我赶紧查看金库的紧急套商出口 并无异常 看来银行里有潜藏的贼 趁我没关金库门时进来 把假超当作真超偷走了 1点57分 我将空保险箱放进存放现金的储物柜 按下了安保防火系统按钮 一亿假超不便运输 且失窃后占无车辆进出 小偷估计还藏在附近 我打算叫保安过来搜查一下 2点 我手机响了两声零 这是我与威廉约定的暗号 我赶紧前往停车场的电话亭接电话 狗熊帮的小弟告诉我 今晚出了意外 行动推迟 但是 分餐行动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一亿假超丢了 一旦真超被运走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狗熊帮交代 这时 我发现电话亭下方的紧急逃生出口 从外面被破坏了 我进入地道 看到一把没电的电锯 金库门外侧通气孔 还粘着一个没有引线的塑胶炸弹 看来有人想从地道进入金库偷盗 但还没有成功 我拿出平时为偷窃藏品准备的实时追踪器 放进地道梯子的底部 一旦这个小偷再次返回金库 大概率会踩到追踪器并粘在鞋底 届时我就能够实时追踪这个人的位置 让他成为假超丢失的提罪羊 2点05分 我回到办公室 几分钟后 停车场传来枪响 我跑到后门查看情况 2点10分 分餐行动的车队到达 我只能交出真超 但在分超时发现少了一千万 如果我据实已告 被史云调查 一定会曝光我的卧底身份 我只能假装无事发生 争取时间来摆平所有事情 2点20分 我送走车队 在停车场上捡到了一个炸弹引爆器 GTS定位 显示炸弹就在银行大厅内 我回办公室 思索对策时 实时追踪程序 收到信号 有人返回了金库 如果我将炸弹放在电话亭 趁小偷出来时将它炸死 就能将真超假超丢失的事情全部赖到他的身上 届时我躲在金库内 不会被刺声波影响 有充分的时间处理引爆器 正当我在大厅疯狂寻找炸弹时 姨把手闯入银行 持权威胁我打开金库 拿不到钱就杀了我 一旦金库打开 我的替罪羊计划就泡汤了 还很可能被枪杀 不如现在引爆炸弹 震晕我和姨 同时把小偷困死在金库 因为金库递到门上的通气孔已经被堵死 一旦爆炸烟雾引发自动抽真空系统 门内外的大气压抢插会让小偷无法推开出口门 从而窒息身亡 至于引爆器 我只能藏在口袋里面 等清醒后再找机会处理 于是我偷偷摁下了引爆器 一声巨响 我运到了